這一次民間採購BNT疫苗的成功到貨 我們不得不說其實謝志偉大使呢 他用這個我們接力賽來形容 真的是比喻的太貼切了 要不是前面三棒呢 要跑不跑的 然後呢又講說什麼國際沒有現貨 講說國際打壓的這個處境呢 是打壓困難重重 如果沒有這一些的話 其實大家也不會看到 原來是第四棒郭董呢 把這個棒子撿起來之後 把它力挽狂瀾 讓大家看到其實民間企業在做事情 其實方法是總是比困難要來得多 不過疫情之下 其實人人都是重要的一棒 我們還是覺得政府是有貢獻的 畢竟政府最後還是敞開心胸 願意來接受民間的捐贈 願意協助授權民間來採購疫苗 才有最後這一批BNT疫苗現貨的到貨 那我們想說也真的是不要宣兵奪主 比如說像陳時中部長講到說 希望能夠邀請郭董來接機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要釐清的是 這一次的這個BNT疫苗採購捐贈 真的是民間出錢 民間出錢包含說疫苗的本體 包含物流冷鏈 全部都是民間來出資 所以按道理來講以程序來說 也會是民間到貨之後 取得這一批貨之後 再轉送給政府 來做這個捐贈 所以怎麼會是說由政府來出面說 好像變成是收禮物的人 來邀請送禮物的人來接機 我覺得這個部分真的是 感覺上有點奇怪